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3月7日凌晨,谭松韵现身机场 当时虽然天气很冷,可还是有很多人在等着接机 因为这是谭松韵时隔近三个月首次现身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谭松韵的妈妈在跨年夜的时候出了一场之祸 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这件事对谭松韵的打击非常大 从那以后,谭松韵就没有再露面了 网友们一直都想不通 老天怎么舍得对这个女孩子这么残忍 她才只有二十多岁就没有妈妈了 想必这次谭松韵现身是已经料理好了妈妈的后事 她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实 可是明显能看出她的状态不是很好 谭松韵穿了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 把帽子戴在头上就只露两个眼神 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 不过她还是打起精神跟粉丝问好 真的特别暖心 有的粉丝很心疼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谭松韵还特别暖心的送了一个拥抱 看到小编都想哭了